乾隆的后厨如何保证食品安全 首先原材料就要严格把扣 宫里有专属的猪圈 牛圈和鸡鸭房 蔬菜也有专属的菜园 我跟万岁爷的距离只差一个猪圈 然后每道菜头洗菜 薛菜 臭菜 橙菜 每个环节都会有人监控 啊臭 童子了 做菜流程也会被档案房全程记录 方便后期追溯 除了徒义而经贷 猪子还要掌握食物搭配猪食 万一弄错了 让贤龙挖肚子 会赏赐你一百大板 舅舅 我也不知道两本大招王会穿西 也就是你 管我过得怀疑的质量欠费 然后无论什么情况 主要贤龙桌开饭 办法也就要立马上桌 否则 会赏赐你四十大板扣两年工资 舅舅 我也没想到万岁爷爷会熬夜加班的 此外 玉闪房二十四小时 都有人值班 想干你抽鸡摸狗的事也挺难 感同万岁爷爷的猪 拿下 舅舅 是我 大招 你也想 给我什么事打 我是冲小绿 关注我 跟我一起 铲铲铲铲 我